很多人都很好奇問我住哪裏 在哪裏買房子 我今天會用我的第一身居民的身份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最愛的地方 就是麥爾本的市中心 我在這集會跟大家詳細介紹一下 我住這區是怎樣 以及介紹一下為什麼這地方 我覺得是適合新移民落腳 大家好,我是澳洲Alison老師 我的頻道是關於澳洲生活 澳洲理財和澳洲房產 我是澳洲房地產導師 澳洲的質疑律師 澳洲和香港的持牌地產中介代理 也是新書《澳洲樓打造財務自由》的作者 以下的內容純粹是我個人意見的分享 並不存在任何投資的建議 麥爾本是澳洲和亞太區的重要金融重鎮 也是充滿著古代和現代建築物交集的大用路 有世界知名的小行 充滿著我們很有名的圖案 也是一個世界上很有名的藝術城市 我們現在一起看看這個地圖 麥爾本市中心可以說是由 Melbourne Central State Library和David Jones 組成 由左上角切到右下角 這把刀會分開麥爾本市中心做兩部分 上面那部分是很多學生經常居居的地方 因為這裡會有RMIT的大學 還有會有麥爾本大學 而下半部分有很多國社的大公司在這裡設立總部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看看麥爾本市中心最中心的地點 我現在就在State Library 這裡是一個充滿著歷史的古舊建築 是開放給公眾的公共圖書館 我之前經常說law essay的時候 都是在這裡整整地寫文的 有時星期六日 我有空的時候都會去不同的展覽 真廣見聞 而理解麥爾本和澳洲人的文化 State Library也是很多遊行的集中地方 以下是我經過State Library的時候 別人遊行的片段 大家看看不用擔心 這裡的遊行其實都是很和平的 每一次遊行都會有很多警察在這裡守住 所以是很安全的 大家都不需要太擔心 而麥爾本市中心另一處的地方 就叫做Melbourne Central Melbourne Central 顧名思義 是麥爾本一個很中心的地鐵站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線 可以去到麥爾本東南西北不同的subruns 我們的香港八達通 即麥爾本的Mikey Card 可以搭到我們這裡的Metro 還有巴士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David Jones David Jones是澳洲一個很出名 有很多不同牌子的大型商場 基本上你想找到的名牌 都會在David Jones那裡出現 我們現在一起看看這個地圖的上半部分 這個地圖的上半部分 就是麥爾本市中心的右上角 而右上角是包括了大家經常都聽到的 North Melbourne, East Melbourne, Carlton等等的地方 而麥爾本市中心北面 就是有很出名的大學 例如RMIT和麥爾本大學 也是因為這兩個大學在麥爾本北面的緣故 在這裡附近很多的麥爾本樓盤 都是租給學生那裡為主 在這裡最出名的旅遊勝地 就是Queens Victoria Market和China Town 在麥爾本市中心的右上角 其實大家都會看到有很出名的醫院 例如Royal Melbourne Hospital 住在Saint Vincent的Hospital 我們有很多醫護的客戶 都是移民了過來麥爾本 會在附近租或者附近住 方便回到醫院那裡 去On Call和去神祖上班 Queens Victoria Market 是大家去旅行一個必度的打卡地方 裡面有很多很新鮮的海鮮特價發售 也有很多不同的特色食品 在這裡買菜的價錢 在我市中心來說 見過是最便宜的 所以在星期一會放假 所以他們在下午三點之前 都會努力購買貨 令他們不要變壞 所以如果大家想買到 一些比較便宜的食物的時候 可以嘗試一下 星期日下午三點之前 去Queens Victoria Market 那裡售貨 我曾經是試過用2元奧子 買了一大箱士多啤梨 價錢都拍得住On Line Shopping 這裡的菜真是又便宜又新鮮 我們現在看看我每個星期 都會去一次的China Town 基本上China Town所有店舖的老闆 我都熟口熟面 很多老闆 都是很久以前移民來澳洲的香港人 大家有沒有來過運時 我是運時的會員 這裡有齊所有亞洲零食和主食材料 還有化妝品 基本上你想買到的亞洲食材 都會在這裡找到 這裡買東西可以儲積分 有折頭的 我真的很佩服香港人做生意的頭腦和能力 唐人街有齊亞洲不同國家的食物 還有有時會有一些特色的餐廳 在這裡是被人打卡去用的 在這裡真的可以不用思鄉了 我們還有風水店 如果大家是有宗教信仰的話 在這裡買的金銀衣紙 香等等 都是可以很容易找到的 你來到China Town 我們當然要喝一頓茶 兩位 這裡很厲害 每個人都會說廣東話 所以大家不懂英文都不喜歡擔心 這裡很好住的 現在就來看看有些甚麼吃了 哇好正啊 蝦餃 燒賣 還有我最喜歡吃的珍珠雞 很興奮啊 我真的非常喜歡吃這些東西 我事不宜遲了 現在先吃東西 跟我吃過飯的人都知道 我是不懂得拿筷子 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好像寫字 我都可能不懂 很多外國都拿筷子比我 不過算了 吃到東西就算了 基本上整個蜜爾本錢工心 都是可以免費搭到電車的 我從頭搬過來的時候 不知道原來FreeChamp Zone 是不用拍卡的 所以我就給了很多次冤枉錢 如果大家離開了FreeChamp Zone 就記住要拍卡 不然被人檢查到 就會被人罰款 好了 我們現在一起看看蜜爾本的左下角 蜜爾本的左下角 是一個商業的重鎮 這裡主要的商業街 包括Bird Street Elizabeth Street Queen Street William Street Colin Street 以及Flinders Street Queen Street 跟William Street 是很多律師樓 和法院的所在地 我經常都在這裡陪回 就算是現在沒有律師也好 我有時都會有空 去法院聽一些審訊 去令自己專業 不要生瘦 我也曾經在這裡 幫大律師做過委員 這兩條街 入夜晚上的時候 就會比較寧靜 因為很多律師 在6點之前 都是會放工的 而法院也會在大概4點 或者之前 完結了當日所有的寧訊 至於大名鼎鼎的Colin Street 當你跟蜜爾本的人說 你在Colin Street上班 大家都會覺得你是中產 或者以上 因為這裡有很多大公司都會在 有很多很著名的診所 和律師樓 還有國際性的企業 都會在這裡有office 這裡也是有一個很著名的名店街 基本上你要找的所有牌子 例如Burberry LB Gucci Dior 或者Hermes 你都會在這裡找到的 這裡的服務很好 我們現在一齊來Burberry那裡看看 我們現在一齊來看蜜爾本市中心周邊的一個地方 這裡其實也是叫做蜜爾本的商業總鎮 現在身處於Darkland 因為Darkland Stadium的建造 令到很多大型發展商 都對Darkland這塊地皮感到興趣 由於它Local Government 是City of Melbourne 很多人都會把Darkland 當作市中心的一個延伸 而且Darkland 某部分的地區 都處於FreeChamp Zone 有很多國際知名 和本地的巨企 都會在這裡立足 例如NAB NAP銀行 ANZ銀行 MAYER KPMG Medic Bank Channel 9 還有我們經常看到的7 News 這裡最近的火車站就是Sulphan Cross Station 這個火車站是蜜爾本市中心一個好主要的車站 Metropolitan 和Regional的地點 幾個站就可以去到我曾經介紹過的蜜爾本西區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我這條蜜爾本西區的片 還有Sulphan Cross Station 是維多利亞省鐵路的中心樞紐 在這裡我們可以搭到SkyBest一站 就可以去到蜜爾本的機場 十分之方便 Victoria Harbour Presents 是Darkland重點發展的項目之一 它的重點就是把Collins Street延伸到近水的地方 這是一個長達十二年的建築計劃 計劃包括興建很多大人的住宅和商業中心 還有社區中心等等 去解決市中心、地皮不夠和人口急速上漲的問題 這裡最有名的當然就是Sulph Warp這個地區 它除了有大型購物商場之外 還有蜜爾本的回展中心 就是Melbourne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 這裡的餐廳是十分之受打工仔的歡迎 很多時候他們放了工都會在這裡和三五知己喝酒吹水 還有說是非 Sulph Warp最出名的就是Crown Casino 這裡有很多很好的fine dining 還有很多不同的名牌子店舖 我個人最喜歡就是Conservatory 這裡是我在蜜爾本吃過最好吃的自助餐 大家看看裝修也特別漂亮 我們公司上的anyl dinner也是在這裡做的 這裡有很多富豪都會來這裡購物 還有是吃飯的 我們現在一起看看Melbourne的南邊有什麼好學校 這裡出名的學校包括 Melbourne Grammar School 還有就是McRobertson Girls High School 這裡有兩間學校附近有Royal Botanic Garden 你看花多漂亮 還有很多領事館都是在這裡附近的 所以保安就會比較嚴密 的確是一個不錯的落腳地來的 根據Better Education這個網站 Melbourne Grammar School 最高曾經試過排名第十頁 而McRobertson Girls High School 最高其實曾經排名是第一的 所以這兩個學校吸引了很多 重視教育的中產或以上的家庭 送孩子來讀書的 墨爾本市中心有幾個投資兩點 第一個投資兩點就是 墨爾本自從COVID之後 市中心的空置率超過10% 跌到去低過2% 這個反映著租務市場逐漸有改善 對於業主來說是一個好消息 第二個投資兩點就是 墨爾本市中心的確是很適合新移民落腳 它是醫、食、住、行都是非常方便 而我想當年新移民的時候 也在墨爾本市中心落腳 一直都是居住到現在的 當有一天如果我要租出去House 這裏也有很多不同的投資玩法 分別可以在包加斯租給長租的租客 也或者是可以玩Airbnb Airbnb在高峰的時期 更是可以有幾百澳子一晚的 第三話投資兩點就是 當在疫情的時候 維多利亞州市中心 銷程非常一般 維多利亞州政府為了拯救 墨爾本市中心的樓市 分別豁免了一些符合指定要求的 物業5.5%的印花稅 目的就是為了刺激 墨爾本市中心的樓市 因此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購買部分 墨爾本市中心樓花轉用的項目 是可以享有 豁免本地印花稅5.5%的優惠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WhatsApp或者Email聯絡我 我可以用墨爾本市中心的居民身份 去幫大家選一個好盤 我本新書《澳洲買樓打造財務自由》 已經出版了 在全港的書局均有代售 裡面有很多精創內容 都是我在Youtube沒有提及過的 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大家可以去支持我一下 多謝你們 拜拜 我們看看 一件小事 都有特別感情 東京 一文字 怪縮 黄 辯 拔